前段时间我们已经知道 为了停补在主流市场上的空缺 AMD这边准备了RX6600和RX6700等两个系列的显卡 而目前RX6700XT也已经发售了 那接下来自然就轮到了RX6600和RX6600XT登场了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这两款显卡将有望在8月11日正式上市 同时价格也会在35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这个是超级客来看看吧 从最初的4月泄露到6月的驱动加入 再到如今的确定发布日期 苏妈的RX6600系列显卡可算是来了 而这确实也是等等党们最为期待的显卡之一 毕竟它的定位是向着甜品卡靠近的 当然隔壁的老黄 突然也有着RXX3050Ti和RXX3050两张显卡为发售 在目前来看依旧是没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对AMD而言 距离上一个型号的RX6700XT显卡发布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了 同时由于目前的显卡行情在慢慢的趋于稳定 所以这个时间段选择发布主流显卡 确实是一些明智之举 而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RX6600XT将会继续采用台积电7nm工艺 并基于NAVI-R23XT核心打造 拥有32组织三单元 2048个流处理器 并会配备未宽物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以及支持32M的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 同时加速频率有望突破2.9GHz 整卡功耗约为100W-130W 至于RX6600 G同样会基于NAVI-R23XT核心打造 拥有32组织三单元 1792个流处理器 但会配备未宽物128bit的8GB 或者是4GB的GDDR6显存 支持32M的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 加速频率为2600MHz 整卡功耗约为100W 而在外观方面 两条显卡都会采用单风扇设计 并且有望加入RGB灯效 整体的风格比较特别 当然好不好看 都由你们说了算 至于性能方面 RX6600X7预计将和RTX3060T不相上下 而RX6600则会和RTX3060处在同一水平 所以会是价格和上市时间 根据Fujula的消息表示 RX6600X7预计将在8月11日正式上市 而RX6600则会推出到9-11月 但起售价将会在35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 其中RX6600XT的国内售价 预计是2499元到2699元 而RX6600则在1999元左右 同时鉴于目前显卡市场的慢慢降价 以及货源的改善 想必原价购这两张显卡的机会将是非常之大 所以各位等等党们 准备好抢购AMD的这两张显卡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Key强 我们下期再见